大家好 現在12月是聖誕節的假期 然後大家都很快樂 那我今天想要做這個馬卡龍 教大家做這個馬卡龍 然後祝大家聖誕快樂 然後我們開始來做 我們今天做這個材料 這個馬卡龍我們要注意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蛋白 我今天只用一顆的蛋白 大約33克 然後呢砂糖15克 杏仁粉40克 跟糖粉65克 然後這兩個東西一定要用這個 塞過兩次 然後這樣比較細緻 然後做起來馬卡龍才漂亮 還有一點點如果你想要一點點色素 比較漂亮就用一點點色素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準備 要用的一個袋子等一下擠壓 我們的東西來做馬卡龍 然後要準備一個頭盤 然後這個用我們這個烘焙紙 那如果讓那個形狀跟我們每一個差不多一樣 我先畫了一些圈圈 然後烘焙紙放在上面 好我們現在開始 第一個我們要打蛋白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機器 這個是這個德國的 這個 美善品多功能料理機 因為家裡剛好有這個東西 我希望用這個來膠 來做 打蛋白 我們一般先用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蝴蝶棒 先放進去 那我這已經蹭過了 這個 大約 33克 我們放進去 放到裡面 把它關起來 我時間設定3分鐘 我把它壓一個37度 然後速度3.5 好我要加一點點的檸檬 大概兩三滴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打進蛋白裡面 然後大概打約一分鐘 我們就開始放這個糖粉 剛才的那個糖粉 不是糖粉 那個砂糖 15克的砂糖 我們分兩次或三次把它加入 好 好了 把它關掉 打開 一個蛋 打出的蛋白 就像這樣子是硬式發泡 硬式發泡 你看我們都只要沾一點點 然後把這個硬式發泡的蛋白 我們把它刮到這個糖粉 跟杏仁粉 把它放在這裡面 好我們把那個硬式蛋白 把它刮在這個糖粉跟杏仁粉裡面 如果你想要用一點點色素的話 我們這個是使用色素 我們大概給它滴一滴或兩滴 一滴的話就比較淺色 兩滴的話就 顏色深一點點 然後我用一滴就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拌 跟這個杏仁粉這樣子 一起拌 一滴 因為我自己用滴 所以今天這個顏色會很淺 然後在拌的時候要小心 慢慢的往裡面這樣刮 不然不要把這個泡泡把它弄消散 所以慢慢的拌 要有耐心慢慢的拌 拌均勻 拌到粉跟這個蛋白都全部在一起 然後有一點光亮 這個可以這樣一邊做 一邊找到 你只有一滴一點點 然後顏色就這麼深 如果你不喜歡色素 那也不需要 或者說你可以用一些 比較天然的 我們是可以用一點點的 抹茶粉啊 或者那個巧克力粉啊 這個都可以一起拌 今天這個是用液體的 使用色素 那我們要把它拌 拌均勻 差不多快好了 我們要看看 拌到這個拿起來會滴下來 現在還不夠 再一下子再拌一下子 讓它滴下來的時候 很自然的垂下來 然後垂下來的時候 它掉下到下面的時候 就會平掉這樣子的感覺 這是拌到這種感覺 我們要注意 再給你們看一次 OK 慢慢有沒有 掉下來然後就會折起來 就平 這個感覺就好了 OK 然後我們再來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用一個塑膠袋 塑膠袋在這個尖尖的部分 就把它放在這個底部 把它跨起來 那把我今天拌好的這個 杏仁粉跟蛋白 就把它放在裡面去 這樣就很簡單俐落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買什麼擠壓袋 什麼之類的 我先用這個是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我們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蛋白來做就好了 這樣就這個食譜比較簡單 然後慢慢的去練習 試驗成功了 再說 再可以一次做多一點 所以我用的道具 還有我用的東西 我都盡量用簡單 然後等一下就不會沾很多 OK 好 蛋白就好了 一點都不浪費掉 OK好 你看看這個 就給它 到這個尖的地方 把它壓一壓 壓下來 一點都不要浪費 那個氣 然後把它捲起來 那底部 這個地方撿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一個洞 大概 0.5公分 大概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已經畫好的圈圈 其實我今天這個烘焙紙 已經用過一次了 所以我拿起來還很乾淨 所以一點點皺皺 我們拿了這個 要注意 從中間 從中間 把它這樣擠壓 所以我們這個圈圈 大概是 一個 大概是 一個5塊錢大小 大概3.5公分左右 我們記得我們在擠的時候 要垂直 垂直擠 再看一次 垂直擠 然後擠到大概 這個圈圈 九分滿了 就停止 要垂直擠 我剛才第一個說還不順手 現在就比較 就擠 往這樣擠出來 好 然後就拉上來 從中間垂直喔 垂直擠喔 OK 好我們擠到最後 差不多了 沒有了 然後你看看我們這個都 很乾淨喔 好 我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看看有一些東西 氣泡 稍微 好我們先把它敲一下 把它拴 把它裡面的空氣把它摔出來 摔個幾次這樣子 好 然後牙筋稍微整理一下 一些氣泡 然後抹平一下 把它搓一下 把它平一點 然後大概我們就這樣子把它靜置 靜置大概30分左右 這個靜置到這個手去摸它 不會連 大概不會連那種感覺 就是不會沾手 就給它抽掉 大概不會沾手 大概放個30分 但是也不一定30分 有些時候空氣比較潮溼 可能要久一點 那有時候你想要讓它快一點 像我今天外面是陰天 所以沒有陽光 會有陽光的話 我會讓陽光稍微給它 給它晒一下子 那如果說你要讓它更快一點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把烤箱 把它設定大概100度 然後給它稍微有一點點熱 熱氣的時候 你就放在裡面 就放在裡面 然後放一下子 讓它乾 我們這個 擠壓完之後 放在外面約30分左右 然後讓這個表皮有一點乾燥 我們去摸它的時候 已經不會沾黏 有一層薄膜在上面 不會沾黏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就把它放進烤箱裡面去烤 那現在我們用的溫度是300度 然後大概給它烤到大約9分鐘 每一個烤箱不大一樣 你自己要試試看看 有些溫度也要稍微調整 那我這個烤箱 我知道大概烤到約9分鐘的時候 8分鐘之後 就大概有一個群擺會出來 我們看這個群擺 大概9分 8分 9分 群擺出來之後 我們就給它降溫 我的烤箱 我就給它降溫到285度 然後再烤6分鐘 然後就拿出來 OK 好 我現在拿入烤箱 我們如果看到那個 群擺出來之後 然後9分鐘之後 大概群擺出來之後 我們就降溫 那我們現在要用285度 Bass 好 那我們再給它 6分鐘 6分鐘 OK 好 然後6分鐘完就好了 然後就拿出來 好 我們烤好了 我們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一個架子 把它放這樣子 給它放涼 然後就完蛋 完成我們的那個餅 那個馬卡龍的餅殼了 好 現在在等這個馬卡龍涼的時候 我們來講這個裡面的餡 那個feeling 因為那個馬卡龍外面很甜 所以我喜歡裡面有點酸酸的 然後不要放糖太多 所以我今天是用cranberry cranberry把它打得很 所以我去拌那個 再室溫下的奶油 所以有點比較軟軟的 然後我放一點點的鹽 讓它提味 糖我放得很少 我本身就是讓它酸酸的 然後配上那個馬卡龍外面的皮 甜甜的 我兩種 另外一種是用檸檬 我也是檸檬 也是用檸檬汁 加奶油 然後室溫把它拌勻 然後放一點點的玉米粉 一點點的糖粉 一點點的鹽 那主要要讓它酸酸的 好 那現在我們看我們這個馬卡龍 現在已經涼了 所以我們涼的時候 我們如果烤得很成功的話 我們一翻然後就打開了 然後一翻就開了 輕輕的就可以打開 這是我們成功的馬卡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開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怎麼把它包這個餡在這裡面 這個餡 我這個用很簡單的方法 我用這個 這個袋子 因為涼涼的 我就把它擠 把它擠在裡面 菲苓就把它擠在裡面 這樣擠 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把它夾起來 好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放在冰箱 那就很棒了 我們今天一顆蛋白 做了十二顆的馬卡龍 很高興今天能夠 教大家如何來最簡單的方式來做馬卡龍 然後在十二月的聖誕假節 我們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辛勉如意 願上帝祝福你 好 好